大家好,欢迎收听地产詹哥老实说 我是詹哥 本集节目由信义房屋赞助播出 最近我在观察我们自己 ET Today房产云所写的一些新闻里面 很多点击数很高的新闻呢 都是来自于豪宅赔售的新闻 其实我发现就是有一种就是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的感觉 就是外行人可能会觉得 我不是说网友是外行人 我只是觉得说 就是大家对于A名人赔售这些豪宅 好像很感兴趣 有些人动辄一赔就是3000万 甚至可能有出现有8000万赔售的案例 大家会想说 你终于赔钱了 你终于不是有钱人了 一种仇富的心态 但是其实这些有钱人 他在选择出清他的资产的时候 他还是有他的算盘的 今天我们邀请到专家来帮我们解析 资产的进出呢 他是有什么样的盘算 欢迎台湾房屋趋势中心资深经理定中 欢迎定中 一眼三哥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你今天要来帮我们讲有钱人的小算盘 对虽然说我也不是有钱人 但是就是偶尔会打打算盘这样子 我刚才一开头讲说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其实我们也是外行 我们只是在揣测人家的小算盘而已 就是资产可能一百万没有 但一百块也拿得出来 但一百块也买不起 可能豪宅里面的卫生纸买得起 可能不见得 也不见得 因为他们搞不好都是什么 金百利就是进口这样 专案进口也有可能 好比哀喔 其实大家讲说一些豪宅赔寿的案例 比方说 我来举一些例子好了 就是比方说之前呢 我们的新台湾首富邪王 邪王他在去年的时候 他卖掉了他的 他持有的一户地宝 然后那时候他在2014年的时候 他是用4.47亿买进 然后他持有7年之后呢 他用大概3.9亿卖掉 那我们算了一下 他赔售是将近4800万 这样子的金额 我们就已经觉得 哇赔掉4800万 很惊人耶 4800万大概 对我们来说 应该可以买几户 应该可以买个几户小宅吧 对小宅 如果在万华买的话 你可以买大概有10 可能没有到10户 但是应该有个5-6户 5-6户小宅 就是可能台北市 比较蛋白区的小宅 都可以买个5-6户 然后呢 这已经不算是 很惊人的案例喔 我们讲的都会是 这一两年的例子啦 那去年6月的时候 可以号称是现在 新豪宅王的西华富邦 他的17楼户 他是用2.1亿成交 那我们查了 他的前一手屋主 其实是一个外资 他持有5年 然后卖掉 赔售是8300多万 等于赔掉了一间 台北市的小豪宅 也算是蛋黄区的豪宅 这个价格 对不对 所以他应该算是 那个社区就是最大的 一笔赔售记录 而且那社区其实 很多有名的人 连大家都知道的 台积电的老板 也都住在那里面 但是呢 我们后来有查过 就是这笔买卖 他的买卖 好像都是同一组人 所以有可能是一个资产 配置的结果 所以导致我们看到账面上 赔了8000多万 那不要说只有台北市 就是其实新北市 很知名的豪宅 也曾经传出 赔售的案例 那我们最喜欢开玩笑的 就是 旅卖旅赔的 新版特区的一个社区 因为他旅卖旅赔 我就不要再点名 他是谁了 然后他就是 他有 比如说到现在 他有八笔转售的记录 然后每一笔都是 赔售收藏 然后最惨的是 赔了大概3800万 那这些都是我们在 新闻的露出的时候 点击数很高 大家狂点来看 就会觉得说 哇有钱人终于 资产终于消耗了一些了 他们真的赔了吗 就是不姑且不论 他们是不是真的赔 但是人家都说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对对对 所以就算他们的资产 可能就算他们是真的赔 缩水了一点点 那整体的资产量 我相信还是很 还是很多 还是很可观 对对对 那当然可能像刚刚 张哥就有提到说 可能有一些案件 可能搞不好是 同一组的 这个买方跟卖方 他其实是同一组的人 对那 比方说像我们知道说 房地合一 这件事情来说 在交易上面 是有获利才克税 对 那换言之 有获利才克税 那就是没获利不克税了 对那所以 如果你本身是以这个 假设你是同一组人 然后你用一个 比较相对低的价格 卖给 其实也是跟你 这个有一些关系的 卖家的话 那其实你这样 是没有这一个 房地合一税的衍生 因为你赔售 甚至你平转 对那相对起来 可能他就是 这种就是属于税务考量 对 所以有的时候 可能账面书 你会觉得说 哇 太棒了 好开心 他真的好像 这个损失蛮多 但实际上而言 搞不好他其实是 有一些 结税的观念在里面 可是还有很多网友 就会在下面说 你看把房价跌了 所以是真的跌 还是 当然反应在 实际上登录上面的话 毕竟他是一个 相对起来 跟前一手取得 是有落差的 而且还落差不小 那当然有些人 可能因此会对 那一个社区的 这一个行情 觉得是不是有往下拉 对 但是有的时候 也是要看一下 就是因为实际上登录 有时候备注然很重要 如果说他真的是 譬如说关系人交易 有些时候他有备注 那如果他备注上 是关系人 这种特殊型的交易 他其实不会被当作 是市场的认知 对 所以可能不见得 会完全对社区的价格 造成太大的影响 对 好 那这些赔寿的案例来看 我们想要了解说 富豪他赔寿他的豪宅 他是真的不在意 他的价格吗 还是他有其他的盘算 对 就是我们相信说 只要是人 没有人对钱 是完全在意的 对 就是像有些人都说 可能是 是金钱如粪土 我个人是 是粪土如金钱 对 你有在平常 有在试粪土的一些习惯 就是我看你主要是 只要是这个 所有能够 是用钱而资深的物品 我都当他是钱 这样子 对 那我所以我相信说 如果说大家今天 拥有一个资产 都不太会想说 他会赔 或什么之类的 所以我想 完全不在意 那一个赚赔 基本上这个应该 可能性没有这么大 但是我们会不会 有一些其他的考量 当然也是会 比方说像 这一个 刚刚有提到 可能有一些 比如欧洲金钱 他可能是个外资 那有一些外资 他可能 既然他本身是外资好了 那可能前一阵子 他可能发现说 现在可能美国升息 而且升息的幅度很大 那可能跟台湾产生的 所谓的利差 那他可能就想要 快点把资金移回去 比如说他的本国 可能在本国的投资效益 比较好 那这个时候 他觉得他在本国的 投资效益的那一个 这个获利的幅度 可能会大过于 他继续这个 在台湾投资的幅度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 结清他在台湾的资产以后 移回他的本国投资 就是一个资产配置的结果 对 资产配置的转换 那这个有的时候 如果是外资的话 这个就是有可能 会发生的事情 等于他就是快点 把他的资金 移回到他认为 投资上更有效益的地方 是 对 所以那这个部分 我们表面上看起来 好像觉得 他在台湾赔了 卖房子赔了 可是搞不好 其实他在美国的投资 大赚 所以一来一往 你刚刚那个大赚有吓到 我可以不要突然这么大赚 我想说这样才有 那个大的感觉 对 对对对 所以有的时候 因为毕竟我们 我们一般的 一般的 我们是一般的庶民 很难洞察说 一个人的名下 到底有多少的资产量 搞不好其实他一来一往 实际上他资产并没有缩水 对 那除了这个资产配置上面的用意 刚刚有提到一个就是 比如说他一买一卖之间 是考虑到税务的部分 对是有这个可能 对那比如说 现在很多富豪 他会喜欢用法人来买房子 所以这个部分 是不是也有他的考量在 如果是在这个房地合一2.0上路之前 就是大概去年7月以前的话 去年7月以前的话 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房地合一税 是这个 只要你是法人的话 你都是按照 营锁税的税率来课税 就是1.0时代的时候 那你也不管你持有几年 所以你就算短进短出 也是按照营锁税 那我营锁税的话 是可20% 那相对起来 你如果是短进短出的房地合一 在1.0时代 可能要扣到35到45% 所以这个税率上 本来有很大的差异 所以很多 可能那个时候 就会比较多的 这一个高资产族 用法人的名义去买卖房子 对 因为等于他这样子 不管他是这个 短年线还是长年线 他卖他就是适用 营锁税的20%嘛 比较低 对 那可是房地合一2.0上路以后 法人比照自然人了 所以这件事情 好像你用法人名义去买 其实相对起来 就没有这么大的优势 税率上面 已经没有那么大的优势了 所以可能大家就会发现说 在房地合一2.0上路以后 最大的影响就是 这个用法人名义买的 相对起来 可能跟这个之前 会减少一些 其实我们最近 在跑新闻的时候 还发现另外一件事 就是现在有很多豪宅 他出售的时候 他是毛胚的状态 那很多他已经是持有 比如说八年九年 甚至更久 他八年九年都是一个毛胚 就等于是说 这个富豪 他买了这个豪宅之后 他从来没住过 他甚至连装潢都没有 他就要把它买掉 所以我们就会很好奇 就是富豪 他在最近这一段时间 虽然很多人说 资金回来台湾 所以很多人开始出手 买办公室 买豪宅 但是其实也出现了一个 太弱流强的现象 那你们自己观察 就是富豪 他们对于什么样的产品 他会选择留住 什么样的产品 他不要了 那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知道说 因为富豪 他们买的 他们都是豪宅 但是豪宅也是有分的 对 比方说 我们常常大家可能都会讲说 豪宅聚落 豪宅聚落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说 其实富豪会买的 通常都是对某个区段 有特别的认同度 所以我们才会说什么 信义计划区是个豪宅聚落 仁爱路沿线 是个豪宅聚落 那大安森林口园 周边等等的 那相对起来 如果说你今天 你的这个物件 这个豪宅社区 这个物件 他本身不在富豪们认知的豪宅聚落的话 那相反而言之 就是那个地段性 可能相对没那么出色的 可能他就会在这个资产配置上面 优先成为他们太储的对象 对 所以像有一些 这个张哥有提到的一些 可能这个赔寿型的物件 他搞不好 其实就比较不是属于坐落在传统豪宅 普遍现在大家认知的豪宅区 这是不是就是 其实因为有一段时间 豪宅的产品很热门 所以其实不论推出什么样的社区 都会被叫做豪宅 对 好像单价一高就是豪宅 对对对 然后那个空头总司令 他就他就曾经讲过说 想要就是这些豪宅 想要用handhand的品质 卖爱马仕的价格 就类似是这样子的产品 他们就会选择在这个时间点 就先把它淘汰掉 没错没错 那当然我们刚刚提到 第一个是地段 地段上面的取舍 那当然还有就是社区的人体规划 包括软体硬体 比方说有些豪宅 他可能只是单纯价格上是豪宅 但是他可能整体的社区的管理品质 可能没有这么理想 那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富豪 他同时拥有东方文化级的这种管理 跟一个可能只有一般物业管理的豪宅 那可能就会选择保留住 这种五星级酒店的物馆的社区 然后放弃掉一些一般物馆的社区 对 所以这个本身软硬体上面也是会有它的影响 那还有整体的规划建筑设计 像有些豪宅他可能真的独树一格 确实稀有性极佳 对 特殊国际级大师打造 对 或者说他可能就是什么某 X派唯一台湾代表住之类的 对 像这种 因为他确实极具稀有性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物以稀为贵 对 所以这种可能富豪他们可能在评估就会觉得说 这一类型的物件带来说保值性比较强 因为稀有 那他可能就会优先留住这样子的物件 然后至于其他相对起来市面上比较常见的 这种规划设计的物件 他们可能就会列为相对起来可以舍弃掉的一个区块 其实我听说最近还有一种考量 就是有的豪宅他出现法拍物件 然后富豪就会决定说 这个社区开始代赛了 就不点名是哪几个社区了 但是等到这个社区出现法拍物件的时候 其实多多少少也会对他的价格造成影响 所以以前常常会听到说 有些住户一听到搞不好有哪一户要法拍的时候 先出手买下来这样子 就是一方面毕竟说如果流入法拍以后 可能很多人去竞标 那你其实比较难确保说 大家是不是出价都这么的有认知 认知是不是这么的一致 所以可能在这个 可能会确实可能搞不好流入法拍以后 对社区价格的影响会稍微大一点点 不过有一个蛮有趣的就是 刚刚讲到说就是因为社区的住户担心 因为那个法拍物影响我们整体的价格 所以就会有住户 反正他都很有钱嘛 这一户对他来说也小case 就会想说去把它买下 可是我们也曾经写过新闻是说 因为那个住户 被法拍的住户实在太有名了 而且他实在太随了 所以就没有人想要去接手 因为也有风水上的考量 气运也是非常在乎的一点 确实之前有些人讲 可能有些富豪他们在意的时候 在这个风水上面 或者说在一些民俗上面的在意度非常的高 还有的是比方说那个社区真的是有太多受到矚目的人了 对所以你的一举一动都被大家放大检视 所以你也不好出手去处理或是承接等等的 这也确实会有一些影响 对那就是当社区里面有太多受到矚目的人的时候 你的隐私性也没有那么高了 对 就是一般的富豪也会想说 那这个社区可能我必须要稍微考虑一下 对因为其实很多富豪资产 他其实还蛮看重就是他的这个私密性 对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我这个社区外面 永远都是围着一堆SNG车 或是狗仔 对相对起来可能对于富商来说 他可能购置这一个豪宅的这个隐秘的考量就没了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随着时间的流变 他一开始可能真的是很不错 这个私密性很好 可是可能随着这个住户 可能有一些数大招风 私密性下降 然后可能有一些豪宅的这个买家 他就会把它列为太储的对象 其实刚刚讲到的这些 就是富豪在太弱流强部分的一些考量 但是近两年的一些房市政策 对于这些高资产族群 好像也很不友善 应该说其实大概从2011 2012 那个时候后来对豪宅开始实施现代以后 其实应该说相对起来 豪宅在国内本来就不是一个太被关爱的 是因为仇富吗 可能是因为主要是官方对豪宅的一些控制 主要是因为买豪宅人数相对少 影响层面没这么可观 对那要降低对市场的影响 所以管控豪宅这方面 所以这些人可能能 我们都说这个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对对 那他们是很有能力 可是他们又不会影响到可能整体 可能八九成以上的购物族群 所以相对起来 他们接受到这个官方的一些 这个抑制措施可能比较长 但是其实这十几年来差不多 其实豪宅都是一直处于一个 像之前尽管曾经有一段时间 央行有这个松绑 这个信用管制 但是豪宅都没有松 对所以相对起来 其实你说政策上面 对豪宅的购买 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属于一个 比较这个抑制的状态 所以好像说尽管这2020年以后 重启打草房 但其实上对豪宅而言 说实话 毕竟十几年都这个样子了 就是不管怎样都有我的事 对对对 所以其实好像相对起来 他们也就比较放的 心态上放的比较自然了 对 但是你如果 但是也当然有一些的这个政策 可能会影响到豪宅的一些 购物的方式 就像我们刚提到的房地合一2.0 对 那房地合一2.0 毕竟法人就比照了自然人 所以可能那个很多的富商 他可能买房子 就回归到个人身份 就不用法人的身份 那另外还有 就是之前大家讨论蛮多的 那个司法人购物许可制 这件事情 如果这件事情上路的话 可能更会加速 这个豪宅回归个人名义 富豪回归个人名义 来购置豪宅 因为毕竟就是 我透过法人买 用法人的名义买 这个 好像没有差别 就是时间上可能会拖比较长 对那当然也还是会有一些 可能富豪还是用法人在买 有可能是因为他觉得 譬如说我如果是公司的名义去买 那我在买卖上面 如果有一些盈亏的部分 我到时候可能用公司 在税务上面有盈亏护底 的一些优势等等的 所以有的时候豪宅他们这一些交易 这个赚赔 我们当然不会说它是不重要 但是他可能不是首要的考量 首要的考量可能是 关乎于他整体的事业经营 以及他整体的资产水位的调配 其实最近也出现蛮多 我不晓得是最近 还是他从以前就是这样 其实蛮多是现金买房的 对 就干脆不贷款了 对 你限制我就干脆不要贷 其实对于很多的富商来说 说实话 因为毕竟以前 就算比较好贷的时候 也是六成 那现在差不多就是四成 那其实对他来说 拿六成代表拿四成贷款 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异 而且大部分的富豪 绝大多数也都有能力 用现金买房子 而且对他们用现金买房子 可能对他们的 他们有些人会考量说 我可能我先不贷款买 那我等到买了 我有资金需求的时候 我在房屋去抵押借款 那个时候 我的可能金流上面会更顺畅 所以他可能考量的时候 就不是 我要贷款买房子 因为他们本来就是 可以不用贷款买房子的人 所以他们不是非贷不可 他们是有选择空间的 好羡慕喔 对啊 那像现在这个时机点之下 大家可能就觉得说 那他们用现金买四个妹 他们怕贷款负担 大家千万不要这样想 说实话 升息 好 假设说 他买了一亿 我们刚刚说到 大概一千万每个月 大概多个六百块 对 一年多个六千块 他买个一亿 他一年大概多个六万块 你如果本身是为富豪 一年多六万块 这个好像对他们来说 不是一个压力的来源 不太会造成他们生活上的负担 对 对 所以这件事情好像 对于富豪来讲 主要还是回归到 他们本身在这个 这个事业体的经营 跟他们资产水位的 整体的调配 真的 六万块还买不到一个包 对他们来说 对 可能就是sample sale的 都不太能够买到 所以刚刚讲到的 就是现金买房的部分 是因为他们其实 也没有那么care 贷款的事情的话 那升息对他们 就没有影响了 就是升息他们来说 可能相对起来 不会是在房屋买卖上面 第一件想到的事情 对 因为他们可能 第一件想到的事情是 我现在的资产放到这边 他的后续的 这个对我资产 却保值的效果怎么样 等等的 或者说我如果卖带 我这个资金要 移到哪边去投资 等等的 他可能不会第一时间 去想说 差了这几百块 差了这几千块 对 他们对于这个 所得到的一定程度 以上的人 相对起来 对他们来说 就是数字而已 对 好 今天其实我们非常 血淋淋的揭开了 大家喜欢看热闹的 真实面 其实我们大家觉得 他终于赔钱了 其实对他来讲没差 我们讲了20分钟 就是要告诉大家 他们没差 其实搞不好他有差 但是他其实 对他自己的影响 可能没有我们 想象的这么大 对 就是可能 我自己可能搞不好 买卖赔个一两百块钱 我都觉得对我们有差 很心痛 但是人毕竟 我们就一样米 养百样人 所以当然大家 每个人在反应 在买卖销售的赚赔上面 也会有不同的反应 我突然很恨 我今天干嘛 做这样的题目 因为如果 现在把这件事情 说穿了 说白了以后 大家会不会就不看 这个热闹 然后我们点击数就下降 我想一下 不因为毕竟 大家还是喜欢 就是生活上有些调剂 对 有这个泡泡茶的时候 知道说 这个豪彩好像 好像听说 他没有想象的这么贵了 搞不好你会觉得 跟你距离比较近 显得好像这个社区 跟你没有这么大的距离感 会不会 谢谢定中安慰我 好 今天谢谢定中 我要去那个 后悔我干嘛写 今天干嘛讲这样的题目了 以上节目 由新一房屋赞助播出 谢谢 拜拜